它是一个公民训练运动 这是一个公民的训练的过程 同时复联网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教育毅力 在研究复联网的很多的人当中 我觉得可能只有像胡勇这样少数清醒的人 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复联网对中国的教育意义非常之重大 我可以这样讲 它的教育意义是什么 它教育意义不是硬贯 复联网不是硬贯 不是叫你听此事听命令 不是 而是说你主动选择去了解这些信息 这个教育和是对我们学校教育的一种 一种一种就是非常温和的敬看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觉得对整个社会它就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每个人我们都每天我们都做一点 每个人可以考量自己的风险 考量自己的能量 在这样的范围内我们做很多事 我们可以共同的推进这个社会 同时的话 我们要告诉政府 要让他说 OK 你不必害怕 我们大家都要不必害怕 我们不能互相恐惧 我们不能互相妖魔化 那么我们互相恐惧 凡是恐惧 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互相都恐惧 那么恐惧我们就互相就会散事理智 我们就没有谈判 没有妥协 那么我比如说像我们做很多事 我觉得学会妥协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要教会政策 也要学会和公民和民众妥协 所以政府这几十年来 他比较傲慢 比较冷漠 他不知道 犯下他的身段 那么我们告诉他 犯下身段 对大家都好 对吧 这个就像李文的那个广告 说他说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才真的好 对吧 那么我觉得整个说了的话 我觉得 就说 我们当然 不能说 互相马上会改变中国这个社会 但是我认为 在我这几年 我觉得我十年前 我十年前都没想到 我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我本人 我以前 上晚就掐架 就互相吵 甚至要从别人决斗 言论很厉害 那么我这么多年过后 我言论当然也有坚定 还是很坚定 对吧 但是 我的宽容 我的哑量 我的容来不同意见 这不是钻出来的 我随时准备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也不是钻出来的 这是互联网 对我本身的成长的教育 我本身就是一个合生生的 这十年 我改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我 我觉得我本人就是一个 微小的互联网改变中国 即将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个人的 一个合生生的例子 那么我现在对不同意见 我比原来有宽容性的多 同时也更加的遵守规则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 硬上讲的话 说我们要持续稳定理性平和 那个不间断的 那个就说 和政府一同成长 要训练政府 要法治化的 理性化的 对待 他的公民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几年会鼓励 有些明年会流传 公民是不可驯服的 政府是需要训练的 两点之间是需要 戳柔的 是吧 怎么用了这么性感的词 下面是杨恒军老师 杨恒军你可以把时间 因为你是代表 不是说错了 杨恒军老师是来自 以前是政府官员 杨恒军先 杨恒军先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杨恒军老师要赶时间是吧 不是不是 因为老杨最后一节 还有老杨 有些话他可以放到 那个环节去讲 就是我们这边时间 那个 尽管天气很热 我还穿上外衣 一丝尊重 而且我还想写一个发言稿 因为我没写完 标题写了 标题叫 那个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 刚才滕彪先生已经说到 明天是11月9日 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 他认为史上最伟大的一推 就是这个推到我们的功夫墙 我认为了 其实这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从柏林墙到现在的功夫墙 这个它是人类文明中 未完成的推墙行动 其实中国六十年来 今年是六十年是一个甲子 所以我们老是在总结成就 在我看来 中国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成就 其实是在1989年 那就是柏林墙可以肯定的说 有我们的功劳 柏林墙的倒掉 很可惜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提到的一年 刚才我也找一个机会 去了那个地下河 看到一下 很意外的是 就在这个洞口下边也有一堵墙 为什么有一堵墙呢 就导游介绍 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土匪窝子 这个叫土匪住在里边 而且把他的财富放在里边 土匪是通过暴力 抢了别人的财富 放在那里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这种逻辑 就是别人也可以通过暴力 来把这些财富抢回去 所以尽管住在这样一个天然的 有安全保障 屏障的这个功能的洞里 他还是要建一堵墙 这就是墙的意义 墙 墙的确是这个人类文明中 最值得反思的一个东西 可以说在早期 人类早期的时候 还不算早期了 可能到 这个 一千年以前吧 人类普遍认为墙是 用来保护文明成果的东西 可以说没有墙就没有文明 大概我自己 按我的理解 大概是分享行动 可以回溯到大海 大航海的时代 就是麦德伦 哥伦布的人 他们在财富的诱惑和冒险精神的鼓动之下 开始了最早的全球化的行动 那大约到19世纪中叶 或者到19世纪末 这个人类普遍的认为 这个是墙阻碍了文明的发展 所以那时候什么 闭关蜀国啊 什么都所谓复权词 开放 一个被广泛用的词 日本啊中国也在这时候加入 这个世界性的倒墙行动 从那个时候起 岛墙就成为 这个人类文明中 文明建设中最重要的行动 围墙越少的国家 文明程度就越高 当我们有一天 当有一天我们用万里长城 只是来认识历史 了解历史 反思历史 而不是简单的用它来 为我们为它祖国感到自豪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认识水平 大概也可以达到人类普遍的 十九世纪的水平了 这个六十年代 德国有艺术家 这个用一张中国长城的明信片 或者一张照片 上边来讽刺柏林墙 写了一句 说叫来自柏林的问候 他在我们设置 其实这句话到现在还有用 只不过它应该写在互联网上 那句话应该改成 来自二十年前柏林的问候 那今年以来 网络如果说我们要找一个关键词的话 在我看来很明显 那就是墙或者是翻墙 因为今年我们国家有很多事情 就这个很多纪念日 就导致了那个墙越建越高 越足越厚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他也训练了这个翻墙的技术 可以说是越来越强 在这一点上 这个在座的各位都是功夫可过 我想要强调的是 就在我们社会的教育中 其实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无数的墙 这是全世界的教育中 比如说柏林墙它真的倒下了吗 内部用砖头 这个水泥和钢筋建成的墙 的确是倒下了 但是 只要柏林 德国人还在说东德人西德人 只要东德人还在说西德人贪得无厌 西德人还在说东德人靠吃饭做 只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在说西方反华势力如何如何 那么在我们心中的柏林墙就没有倒下 在人类这个意识形态中的柏林墙就没有倒下 而且它是深入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当我们在划分这个推友或者非推友 划分这个网民和非网民 当我们在划分男人和女人东方西方左派右派敌人和朋友 七年后和八年后 当我们每做一次区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建墙 我们在认为我们不老残 有些人是老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在建一堵墙 所以 我简短的说来 我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建墙 把今年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伟大的行动 翻墙和推墙的行为 把它延伸到我们在每一个意识中去 我们 要 这个 不停的 推墙 拆掉所有的墙 以这样的行动来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以这样的行动 来延续我们20年前 为人类文明所推展这个运动所做的贡献 谢谢大家 下午3点去那个机场的那个朋友都准备了 我们3点准时出发在那个停车场68842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那个车上 那个车的那个行李箱里有好像不是3点钟走的朋友的行李 麻烦去取一下 好吧 就这两件事 都知道了吗 杨文君你有两分钟时间 然后有五分钟时间给大家提问 我两分钟还讲吗 讲一下 这次我过来去 而是陪坐的 可以 可以 喂 我一分多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次过来去而陪坐的 去年太猛了 今天来追追追的猛博做一下 刚才讲的一件事就是 我说我们做的很荣幸作为这个 呃 赵明雷兄 平显为猛博 其实这是中国的不幸 我刚才讲 刚才没讲完 我这猛博是应该消消失的 那我是 我上互联网 互联网 其实我在做一个 其实一个学术研究 那么回来之后 正好就写博客 试一试 当时随便写了一些在国外的见闻啊 一些自己的想法啊 呃 写了大概半年 2006年写的吧 写了半年就很多 有者来信 哎呀你这简直是为真理而奋斗啊 我说我 我就写了一盏长词 怎么就为真理而奋斗啊 这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哈 那么后来我就有个 我就后来当 呃网友在告诉我 你是在问真理而奋斗的时候 我说我现在在 现在为消灭真理而奋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发现突然在国内 我讲很多东西 例如说人民最大呀 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公民这些事 在国外一定是长 非常简单的长词 可是回来你写在这里 是要在博客里发表 大家就认为是真理 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大家知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当真理每个人都接受的时候 就是常识的 所以我觉得 后来我写博客就 好像不能不写 可以这里做吗 这些很常识的东西 为什么 国内这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后来告诉大家 因为时间没有了 我因为我还有一场 所以我就结束了 就是说我 我们真正写博客 一个人要消灭某博 在中国 对中国是好 有好处的 另外作为个人真实 我们要消灭那些真理 所谓的别人 全世界成了普世价值的 在中国 尽管成为真理 要牺牲人际 奋斗 我们今后就是要消灭这个真理 让那些真正的普世价值 让那些世界上 人们都接受的那些价值 成为中国的常识 让真理退出舞台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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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刚到的 他在山岛 他以后还有这样的事情 当时有一个东德的士兵 因为枪杀了一个 像上越过柏林墙的一个青年 后来这个事情呢 他受到了审判 他一直说自己是职务行为 他说是领导上级命令他开枪的 结果那个死去的男青年的母亲 我听说了一句话说 他们让你开枪 没有让你一枪打死我的儿子 这个说明什么东西 就说我们在这儿谈论功夫网 功夫墙的时候 实在是要强调这个墙 的确是丑陋的 无论是一年 只要这个墙存在 我们都说这个墙是丑陋的 但是我希望 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他心里面能把那些阶级斗争的罢条 稍微放松一下 让他的枪不再描的嘴一下 我们的国家还是有希望 我再不说两句吧 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 现在比如说政府打压的很厉害 比如说你稍微写个言论的话 那么政府国本会请你喝茶 那么这个正好证明 就是说我们批评 我们批评政府 还没有让政府实意 他实意是有过程的 因为你想一想 互联网的兴起在整个中国 也就十年的 十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十年时间 可能也就是从2003年 2002年开始才开始写博客 然后才公民表达越来越多 那么你只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 在中国都还是少数 对吧 你少数的人批评政府 那政府还听不习惯 所有人都批评政府 都理智的去批评他 谁做时间的推议 他就他就会习惯 这个人 你相信 绝对 要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 现在政府的打压 是他还不习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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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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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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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就是 Skype的视频 什么网管转 什么的 就下来的 没有没有 那边传过来就是 你把那个视频 有个 应该是可以开关 我觉得他们 他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哦 具体的说的话 我觉得负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考虑 但是我觉得整个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 中国是个负害社会 就是负相伤害 民众都是负相伤害 说白了 最牛的人刘少奇 对不对 刘少奇 他是 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 到最后他也被弄死 对吧 毛泽东到最后 你看江青是反革命 他只是反革命加速 就是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 附害到这样的地步 就比如说 那些那些做 摩子奶粉的 最终就杀害另一批人 同样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 这两天 这两天 这个成都的外国语学校 老师在罢课 他平时上政治课的时候 他哪想到 他就在做害人的事 但是 突然有一天 他又被伤害 就这样的 我就说了 我们要大家 要谨守自己的底线 不要变成这个社会当中 互相伤害当中的一个链条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这种平庸 平庸的罪恶 就是阿伦特说的 平庸的罪恶 就是艾克曼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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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不要成为 平庸的罪恶当中的一个链条 你不要 你不要紧紧是说 哦 OK 我是职务 我们看不到 我觉得从某种人讲的话 就是那些三天的 他实在是他的利益 受到的侵犯 也不一定比我们少 OK 但是马来西亚 你年轻时候 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不能成为药方 也不要成为这个社会 一定的一部分 那张照片出来 我想是给这些朋友 最好的一些行事 我还记得这个 在连月这个事件当中 有一个小女孩 一个博客 因为公布了 就是散布组织者 被警方抓获的 这样的消息 后来警察就把她 请到了这个局子里面 这小女孩 一开始还比较坚强 那后来说 要把她爸爸妈妈的时候 女孩就哭了 哭得像个小女孩 像哭个不停 后来警察说了句话 说别哭别哭 历史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我想 如果大家都是明白人的话 必然明白 这样一个历史趋势 是怎么样的 只是或多或少 增进 或者是减缓 这样的一种趋势而已 我想 我和很多的警察谈过 他们心里面 也是非常的明白的 所以大家提到一个 非常严肃 其实也是非常沉重的问题 这个 这可能是 自从 但我不好把它从 和纳粹时代 相提并论 就是说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 是同类的是吧 当时有很多人 比如说 为纳粹工作 那 这个 后来他们该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 中国共产党不是 好 但是我们就是在说 身体这件事情上 嗯 或者说在更多的事情上 比如说我 我们周围 我们一定要轻易地 意识到 其实中国不是 由我们 现场的这些人 组成的 更多的人 呃 绝大多数人 包括我的很多 很好的朋友 他们的确是在 为政府部门工作 他们是在警察局工作 或者在主流媒体工作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嗯 包括我自己也在 现在也在主流媒体工作 呃 从很久以前 我确实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 能够做到的 就是要清醒的 呃 意识到自己 在做的事情 而且随时要提醒自己 呃 在多大程度上 你是一个 合作者 在多大程度上 你是一个共模范 每天都问问自己 呃 我们很容易通过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啊 我就以为我跳出了 这个道德的泥沼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可能更多的生活 我还在 只要我们还在这 这边土地上 可能每个人都不可能 变得特别干净 这是一个 嗯 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是一个 非常沉重的问题 就是我在 比如说我不做 不做 OK 刚才大家呃 这个 呃 这个 表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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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态 其实这是某种文章 也 也 也确实是我们的一种 自我安慰 或者说 也算自我的肯定 我们多少做了一点事情 但是 嗯 有些时候我会想 是这样的吗 或者说我 我是不是应该做的 更多一点 才是一种行动呢 啊 我是不是应该做多一点 才能洗耍我生活 因为我我我生活在这边 土地上 所天然的 呃 带来的一些东西呢 这些污染呢 这是一个问题 可以 讲一句话 嗯 就是刚才你说我是体制内的 这个我要发言发言 就是 我觉得我跟他分别几个人 一个是就是他的真心的信仰 跟我们不一样 呃 三帖子的人首先都是年轻人 啊 我首先对这些人 就是说他真正的信仰是反对我们的 他去工作 我很尊重他们 因为他是为了信仰 那另外一个是我信仰的 是另外的自由民主 但是为了家庭生活 我因为在我们你们要知道在我们中国生活 如果是包括一个年轻人找一个工作 非常不容易的 而这些人他不得不去做这个工作 删帖甚至网站来批评我 很年轻人来批评我 我也尊重他们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 这种人太多了 他们其实活得非常痛苦 我也尊重他们 但是当然我更尊重那种 是删帖的呃 但是最后为了民主自 为了自己的理念 他不闪铁 他出来了 其实我们这儿就有一个 北风以前就是虎毛 他就是政府的虎毛 就是政府三个街的 我告诉你们 但是像他这样出来 要是年轻人 生活会有问题 是吧 谢谢 我觉得太坏了 这个老底子要接 这儿 这儿 09年 网络公司 最大的揭秘 那个 看来这轮着四人都得回来 您的范燕 对吧 有时间我再说两句 我觉得这个事儿 我谈一个方法问题 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我也在网络公司 干了很多年 在李信心的这个FaceGuy公司 一直在做 刚离开也不久 实际上我们接到了这个 这旁边了 有可能 重新开始 这个要开始批证了 还没有批证了 我们立刻就是 你看到这个 整个公司 然后立刻就有人分担 打电话的责任 主光你开始怎么怎么了 然后十分钟以后 我就跟你说 你们有羡慕嫌疑 电话又打来了 就是这些孩子 我可以说他们是孩子 我57岁了 很可爱 他们 调笑 很娱乐 对他们来说 删帖 有这种原因 饭碗等等原因 所以我觉得 不必计较 忽略不计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盗主青蛙 因为我们一直被他们在主 在习惯 现在我们盗主在主他们 最近老有记者在问我 这个互联网大环境 是不是进步了 还是退了 还是封锁的更严厉 我说肯定是越来越糟糕了 但是呢 原来似乎 我们放开了一点 因为我们把它煮过来 云飞说的这个改造 你是改造 我说改良嘛 因为我们把它改 他习惯了 去年他接受不了一 今年他已经圆圆 二他都能接受了 我们明年教育他 要接受三 然后我们逐渐改造 这个青蛙被我们最终要煮熟了 因为真理在我们 目前是一部分人手里 就是这个 明磊做个结束 刚才错了 对做个结束 没有人提问吗 不提问了 没时间 没时间了 有没有 云飞好像还想接受提问 一个 有吗 好了吗 我看了没有 行了 行 好 你一分钟 结束掉 我不总结吧 一分钟让你绝对 好了 刚才说了开会不总结 求同存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想说这个 这个书的主编是 陈婉宁和钱刚先生 陈婉宁是23年 美国媒体经验的一个抱人 那钱刚呢 是我以前的老上司 南方周末的执行副主编 他因为将军案 离开了南方周末 他们在海洋的这个博文里面 然后我向他推荐了 四十几个博客 然后最后选择了17位博主 那么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 一种劳动 然后在这里呢 我也对他们表达出感谢 谢谢他们 那个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环节结束 多谢五位母国